《金錢Y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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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金錢YESNO 這個節目 又有我們三個男人 和大家討論 與我們日常識相關的金錢 如何運用 有冠冕理財事工協會總幹事 潘錦士Peter 還有理財專家 李兆權博士 Dr.L 最近很多朋友都說 埃蜜埃蜜經常要換 因為最近的款式出得很快 又有不同顏色 很吸引 我都被很多朋友游說 不如你的電話換掉 現在出了新款 又有新的顏色 新的套 真的令我心動動 應該怎樣處理 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很惡搞 因為我們從早上起床 一直到晚上的時候 一直都被一些媒體吸引我們買東西 我們很簡單 由電視 乘電梯 巴士 都不斷有這些媒體吸引我們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一個不小心 亂消費 就會陷入消費陷阱 我覺得Peter說得對 很多時候 我們聽很多電視 或傳媒 甚至看報紙 鼓勵我們消費 但我覺得是一樣 很多人都搞錯 別說年輕人 我覺得甚至大人都可能會搞錯 對 很多人搞錯了 我們經常用英文說 就是Wants 即是想要 需要和需要 我想如果我們作為成年人 可能比較容易明白 例如說 你衣食住行 吃你也要吃 這些開支是很必要的 是我們真的生活的需要 但很多時候 剛才你說 無緣無故又換過電話 或者是I2 無緣無故更換 其實可能在功能上 只是差不多 或者很足夠用 但那些就是 人們想要 可能真的有很多原因 可能他想威威 或者他有些貪 想著新款 即是這樣的情況 就算大人也會重招 其實我有時覺得這樣 人們買東西 他根本不一定 需要想買 他只是看到朋友有 他跟他比較一下 一比較時 覺得自己沒有 覺得自己很沒面子 不夠威 所以他就花錢去買 所以比較 再加上自己沒有想清楚 究竟是想要 還是需要 有什麼方法 Dr.L我們可以想想 真的這個想要和需要 分得清楚 有時那些廣告殺到買來 哇 這個星期就買了 就有折了 逼到買來 好像買不可以 我也可以建議一下 譬如說你真的想著 買一件東西 第一當然是 貨比三家 也有機會 除了幾個價錢之外 有機會讓自己冷靜下來 看一看那個產品 或者那個需要的服務 是否真的自己需要 可能真的為了 純粹是換新款 可能功能上 多一點 可能功能多了 你也用不到 或者以往 可能有些人有這樣的經驗 買了 其實最後回到家 都是放在那裡 都沒有用到 可能這些情況 等大家冷靜一會 想一想 第二個 我又覺得 還可以建議一件事 就是有些產品 就算 如果不介意的話 就算買二手 為什麼呢 有些產品一出 其實所謂二手 其實都很新的 但二手便宜了 可能三四成 在功能上 其實差不多一樣 基本上 如果大家 那件事不一定要是 全新的產品 最重要是 你需要用那個功能 就算二手 功能上是做到的 其實值得考慮 所以對於我們買東西 其實很重要 就是要延遲 三思而後行 先想一想 延遲消費 其實都挺幫助到我們 不會買錯一些東西 還有很多二手的物件 都挺好用的 像車一樣 大家知道新車落地 已經不見了價錢 所以看回你自己的需要 和你的想要 對行回 生活上其實很多情況 會發生這些事 說我來說 最近我抵受不住 人家有一些新出品的手機 其實我有個手機很好用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因為人家有個新手機 所以我抵受不住 我就買了它回來 現在兩個手機 都不知拿來怎樣用 所以有時候 想要和需要 如果你沒想清楚的時候 結果就成為浪費 所以聖經裡面也有說過 在針賢21章5節裡說過 因勤的人籌劃必使他獲利 行事急躁的必自貧窮 所以在買東西方面 不需要急 其實市場在等著你 你可以慢慢想清楚才決定 也可以愛我們地球多些 不會造成這麼多的廢物 這時候讓我Dr.L再跟你詳細說一說 剛才剛才說完的 needs和wants 即是我們需要 還是想要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你需要電腦用 很多人都需要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這真的是你的需要 另一件事 你本身有手機 這也是你的需要 因為我相信 今時今日大家在手機 即是帶出街 都是事實有需要用 但另一邊商 可能你又想要一部 所謂智能的手機 又可以上網 又可以打遊戲機 各樣都可以做到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 你實際的需要 可能這個 其實是你想要一部 更加先進的手機 那你一件事 就算電腦也是 電腦也是日生月異的 我們經常都說 電子產品 可能一兩年就出現了 所謂 但是那部機器 不是不能用的 因為特別大部分人 其實用電腦 都是文書處理 基本的運作 其實電腦過了兩年 可能都不是真的用不到 或者速度也不是那麼慢 但是因為市場上很多消費品 正在推銷一些很新的電腦 大家其實是很想要一部 新的電腦 無論是跟別人比較好 或者自己的慾望也好 我們就覺得這些 所謂想要的東西 就未必那麼符合 但是大家可能 有時候都不容易 因為人都是有個 貪身忘舊 絕對不出奇的事 那我Dr.L 教教大家 怎樣可以容易些去避免 你其實實際需要 或者是一些想要的東西 分開它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凡是你想買一件東西 將它寫下 寫下 寫下之後怎樣 就是想去買 最好有個預算 大約你知道市場的價錢 就寫下 然後到處看的時候 想一想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必須 譬如你現在已經在用 如果你沒有那件事 當然就沒問題 是真的有需要用的話 但如果你用一件事 是否真的那麼必須要更換呢 或者真的更換的時候 舊的產品 會否可以再去 所謂貸入 二手賣去 轉換新的那一部 會否這樣省下成本呢 其實這件事 亦都可以幫助大家 寫下了之後 第一可以去冷靜一下 不是馬上見到就馬上買 第二肯定是一個 合理原本預計的預算下 我想這樣做 就比較容易劃分 需要和想要的東西